自从大张旗鼓的与黎明离婚 乐吉尔的近况就可谓是低调又落魄 离开了黎明这个大树 乐吉尔在香港几乎零工作零收入 而外籍小三又一直被传收入低威 要靠乐吉尔养活 这可让前天王嫂压力山大 这不日前他再度回港 就被拍到入住价格近700元的平民酒店 手上的包包也是离婚前购入 与他时尚明末的身份相当不相乘 而这还不算什么 在一家餐厅用餐时 乐吉尔更被发现手机屏幕都已经满是裂痕 却仍在使用中 真是落魄到家 连更换新手机都舍不得 就别提为自己购入新装了 之后在逛街时 乐吉尔就被目击对一双新款良鞋爱不释手 却在导过靠近时一脸尴尬地迅速离开 说到这一定有好奇者要说 离婚时乐吉尔分得黎明的前往身家 难道都不翼而飞了 这就算说到重点了 举悉恋上老外的乐吉尔心急重获自由 背负离婚权责与黎明签署协议 只求尽快恢复单身 不要一分赡养费 这可真是为了爱情不要面包 只是不知面对如今的窘境 乐吉尔后悔了没有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